近年来,在能源危机之下,各国纷纷积极找寻替代能源,而几乎仰赖国外进口能源的台湾,也致力于研究多方自主能源。 此次,2013台湾能源博览会以创能城市、节能好市为主轴,针对台湾现有发展能源设置互动专区,让民众在互动的过程中了解台湾目前的能源开发与更多节约能源生活的方式,并与政策相互配合,让再生能源得以永续发展。 能源集这次举办能源博览会,只要是我们希望让社会大众知道能源政策怎么演变,同时我们也希望呈现多年来委托给工研院等相关单位在能源科技的研发所奠定出来的一个成果。 主要是在再生能源跟节约能源的部分,那么我们今天展出很多,在再生能源的部分包括了这个太阳能、风力发电,还有地热、生殖能、海洋能等等,我们都利用互动的方式,让我们的民众、小朋友能够了解我们整个再生能源是怎样的发展,怎样的性质,什么特性,那么大家了解以后,事实上对再生能源会产生很大的一个兴趣。 涵盖能源政策演进,研发成果展示,再生能源推动,节能讯息传递四大主轴的台湾能源博览会,依据海洋能、风力能、地热能、生殖能、太阳能等,台湾目前较具可行性之创能为主题,设立绿能城市实体展示屋,显现低碳绿能生活,已不再只是口号。 我们今天所展示出来的能源科技,其中有多达两项,我们是得到美国在整个全球百大科技研发的一个奖项。 同时,我们也要来跟社会大众来先导节能减碳的一个重要性,我们要全力积极地来发展各项的再生能源,然后让我们的能源可以来达到一个质值多元化,这样的一个境界跟目的。 台湾四面环海,海洋能源丰富,而目前国内海洋能源开发,以利用海水波浪运动的波浪发电为主。 此外,台湾夏天有强劲的西南气流,冬天有凛冽的东北季风,使台湾拥有绝佳的风场环境。 若将海洋能与风力能开发利用,对台湾能源自主有极大的帮助。 如果把我们的波浪发电系统跟离岸风电共构的话,那可以减少我们支援海域的浪费,然后另外一个会使得离岸风力发电机组更容易得到成本的回收。 那目前我国的海洋能源发展是以波浪发电为主,我们预期在2017年的时候会有一个商业化的试电变网的机组产生。 我们规划在后年的时候会有至少两座的离岸风力发电机建构起来,也正式地带动我们整个离岸到达一个里程碑的一个进展。 自然资源丰富的台湾拥有许多来自于地热能的温泉资源。 在宜兰地区,地热能源的开发成果斐然,令人振奋。 我们要就是克服说产能不足,那我们现在是用一个永续的观念,就是把我们的发电丸的围水再回注到另一口井,让它形成在一个永续利用的方式,做发电利用。 而在太阳能政策展示专区,主要表达目前政府所推动的阳光屋顶百万座计划,让民众了解政府对于太阳光电之相关配套政策。 太阳能源是属于它永续的能源,对于整个环境,再生能源的促进是非常有力的。 不仅仅是再生能源,工研院也以不可食用的木质纤维素作为原料,发展出可替代石油的生殖能源。 把生殖能源作为部分的替代石油的用途,然后减少我们对石油的一个依赖性,然后延长石油在地球的一个使用期限。 创能的同时也需节能,为让民众得以掌握自身用电量的用电情形,减少不必要之能源消耗。 政府推动智慧电网,利用智慧型电表有效测量,选择最适宜自身的用电时间。 使用高效率节能产品,而能源局也推动夏日青山活动,鼓励民众穿着节能山。 不仅省电、省荷包,也可降低冷气空调的使用,促进节能减碳。 在夏天的时候,你穿的衣服能够吸湿排汗,能够瞬间凉感的衣服,事实上可以使我们的冷气少用。 像我们有43种能源标这样的产品,有8种一定要标示的高效率的能源产品。 发展再生能源,推动节能减碳已是全球必然趋势。 未来政府将结合政策推动,产业扶植与技术创新,打造国内再生能源市场与低碳生活环境。 但仍需要全民的支持与参与,共同推动台湾迈入绿色节能新世纪。